不好意思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芒向快報》的時間 今天就是2020年的4月20號 星期一的時間 這裡有我許留山 還有 倒轉的時間 跟我們倒轉 就是跟他說一聲晚安的家產生 各位網友 大家好 還有 各位網友應該都知道了 應該這個時間就會有澳洲震悲師 喂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珍迪好 多謝大家 還有就是馬來西亞馬來勁 大家好 大馬上要繼續幫大家做圖 所以這次的發言就會少一點 在這裡抱歉 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在下面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芒向編輯部》 《正響部》和《沙冷氣3個YouTube頻道》 非常需要大家的多多鼎力支持 希望就可以盡快 《芒向編輯部》 就可以去到16萬的訂閱 我們就最開心了 到時看我們會不會有什麼 慶祝的活動 當然我們慶祝活動 一定跟聽眾有關 最好跟香港的社會 有些關係就會更加好 這個就多謝大家支持 這個就當是買個瓜子給大家 好了 今集又回來了 當然就是這個 究竟其實是14加呢 還是15加呢 還是怎麼樣呢 我都不記得了 就是這個犯暴派15個頭面人物 就被拘捕了 下個月呢 5月呢 5月的時候呢 就會第一次正式上庭的了 我最希望呢 就真的看到呢 在犯人欄裡面的李柱銘 還有吳可疑 我想這個是兩個最有趣的畫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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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情況 就是 如果一記見到 當然開心 當然開心 兩個超頂級大狀 是 是 是 真的 明知故犯 當然好 是啊 我覺得 兩個去到這個年紀 就是 他們這一生人呢 其實都 什麼就是一輩子 什麼就是大半輩子 這樣 是不是 不是說詛咒他們 但是到了這個年紀呢 就是一生都幫過這麼多人打官司 自己站在這個律師的那個位置 在那裡說 哎 法官大人怎麼樣怎麼樣 應該幫我當事人說什麼 說什麼 現在回到 自己站在一個犯人欄裡面 看回去呢 我不知道他們試過這樣看沒有 通常都是隔著那個犯人欄 就和那個疑犯 在那裡這樣說話多的 第一次呢 倒轉了 不知道他們的感覺會怎麼樣 如果他們兩個呢 在這個犯人欄裡面 他們其實自己可以閉上眼 想一想 自己 那些大半生人 或者接近人生的晚年呢 究竟做過一些什麼好事和壞事 還是怎麼樣 有些什麼呢 應該都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那有一個呢 我就覺得 咦 為什麼他好像沒有被捕呢 哈哈 是不是叫做流亡之餘 還是時辰味道呢 就是流亡之餘 余若眉大狀 是不是 是啊 為什麼呢 因為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印象 余若眉呢 都在這些叫做暴亂期間 都出過不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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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啊 大家有沒有印象 最後印象是哪一次 我們點評一下 先 加坦先生 你覺得 應該什麼七一大遊行 他應該會出 不過他很聰明 那時候他好像毛依依那樣 毛婆 毛婆有一陣子說 他嫁女 不是不是 娶媳婦不娶頭 有一陣子 他是不是做了這樣的事情 所以抓不到他 如果我們待會 我們聽一下 我們今次分幾段 我們想那個內容都豐富一點 我們一開始這一段 會講一下余若眉 對於喝喝茶 或者跟他在中環的寫字樓 我們喝喝咖啡 在談買什麼售袋 我們估計 有些錢怎麼花的 或者我們生於亂世的 聊天的Margaret 吳可兒 聊天的時候 哎 警察說要抓你 呵呵 然後 你先去警署 然後就 拿起手袋 拿起本書 手袋就放在那裡 不要讓人看到 那些財不可以露銀 所以吳可兒就隻身 就去了警署部 那個可以說 叫做接受警方的問話 拘捕 我們被拘捕的 余若眉那些什麼要說呢 挺好笑的 不如這樣說一下 我覺得他 我不知道這些人的口是怎麼樣 還是什麼呢 他講一些很風涼話 吳可兒被捕 之後他在Facebook說什麼呢 吳可兒連手提電話都不喜歡用 我們小心點看這些律師寫什麼 不喜歡用 不代表不用 記住 Facebook Whatsapp Twitter Telegram 什麼都沒有 沒有 是不是 這個我不太相信 叫他組織合法 和非法的集會遊行等 真是有點難度 不過警方都是有手令 又要拘捕人 都是當今的時勢 喂 不用這些的話 就搞不到集會 那以前的年代呢 是不是 你們民主這個 什麼三十年人 你說一事無成的時候 那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都搞到啦 那怎麼搞不到呢 是不是 基本上他講這些東西 他是不是暗示 就是做一個暗示 都是first impression 因為不要忘記他們黃仁 曾經說過 要大量找人做陪審團 嗯嗯嗯 可能會說這樣啊 過了那麼久 找人搶佔陪審團 然後讓陪審 將這些項目暗中說給陪審團 又有得搞 啊 到此啊 不過我覺得這個挺好笑啦 喂 你不用手來電話 就組織不到這個非法集會和遊行的了 是吧 你說有些難度而已 是吧 你都挺風涼話的 就是有些難度而已 就是不代表沒有可能 就沒有難度啊 有些難度而已 應該都難不了他 那些 就是難不了他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的人有沒有出來 是啊 那你一個人出來 到時候有人證就可以了 這些東西 是吧 那你去到現場 可能你才跟別人說 哎呀我們要去哪裏 去哪裏 我們一切要反抗 那些這樣 一堆人跟著你 喂 不奇怪的 你現場即時組織不行啊 你去到現場的時候 是吧 那我們到時候 我們去到 又看看這個余若薇 到之前 在這個現場做的那些什麼 好嗎 我們當作做好市民 我們大家提供一下 當然啦 當然警方方面 比我們能夠有更加多的資料 我們只不過是 在這個節目裡面 討論一下余若薇之前 在這些集團出現 究竟有沒有 可不可以跟Margaret 一起接受這個審訊呢 夠不夠時間呢 時辰到不到呢 我們一會再看看 那他引述 楊薇奧挺聰明的 引述梁家傑怎麼說呢 那瘋子梁家傑說什麼呢 接著就說 駱惠靈說要展開鬥爭 哇 是駱惠靈 駱惠靈 陸書者是嗎 sorry 即時要展開這個鬥爭 哇 鬥爭就即時發生了 中共原來真的要香港攬炒 肉石俱焚 我們唯有奉陪到底 香港加油 他說什麼叫做 香港攬炒肉石俱焚 他說 黎智英 梁國雄 吳文苑 楊森 岑子傑 李柱銘 何俊仁 王浩銘 善仲佳 十等人被警 上門拘捕 蛤 這樣就叫做 肉石俱焚的了 是不是 沒有了這幫人 香港就會攬炒的了 是不是 這幫人要在香港 香港才會沒事的 好像反過來 我覺得其實 肉石俱焚現在正在拘捕 但不是他們 是吧 香港市民 他們這樣搞 普通市民賺食的 想做好份工的 都沒有了 其實我想想想像 蕭膠樽那樣 肉石俱焚 何時到你 肥絲大隻 現在雖然瘦了 肉石俱焚 抱著一大堆鹹豬 入監倉的時候 肉石俱焚 是呀 喂 你怎麼奉陪到 我們唯有奉陪到底 你怎麼奉陪到底 是不是 香港加油 你還是新光頸靚 你拿著就下去 就是 那些人 那些暴徒 那些年輕人 就被你滑出去 真的滑了 你摑一摑腰就滑了 滑了 滑了出去 又 昨晚 即使旺角 又有 搞到衝鋒車出來 又說什麼 買什麼 時代革命產品 那些 真是 真是 好心 這些 是不是 好 我們繼續 又再看看 這個余若薇 她在這個報章裡面 訪問那裡 都挺好笑 哇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差點有些怪聲出來了 她說這個叫做 當今的 這個語 不是說嗎 現在有首領就要抓人 是當今的事實 就算 你怎麼做大律師的 你有沒有見過 那張手令是怎樣的 手令會寫 你有什麼事幹 才會拘捕你的 會說出來的 是不是 不說隨便 就是 他們現在就是 怎麼說 他們就是用了他們的專業 讓那些人基本上是沒有 沒有衛衣 那些人一定會相信他們 因為一般人怎麼會懂法律 可能當到她說的 就是 她做大律師 我一定知道 手令是怎樣 她以為她的手令就寫著 手令 然後就可以拘捕人 那樣 好像 有些 三個叫做 反修例的 義務律師 這裡 我們記住這些人的名字 看看 這些名字 我都不太懂得 算了 我都不懂 不好意思 這些反修例的義務律師 還在參選 新一屆律師會的 理事選舉的人 哇 這些就是 這個 律師理事會 都可謂 到命徒都很坎坑 希望不要選到這些黃人 做理事會的主席 她說 就著這個警方 追捕多名民主派 就發出聲明 直到事態就嚴重 哇 非常之關注 她們三個參選的律師 有什麼說呢 這個真是 你的律師牌怎麼效回來的 這個搞笑 和那些黃人 心旺暴動人 講的論調是一樣的 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第三百三十三章 就說了 保障市民享有表達集會結社 和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的自由 跟著這句就自己說了 特區政府絕對不可以濫用權力 企圖消滅反對聲音 並促請香港律師會 關注特區政府和警方行動 對人權構成威脅 哇 現在全場 啊啊啊啊啊 沒有了 咦 其他律師呢 怎麼沒有了人掩護他呢 佳澤生你一聽都應該知道有什麼問題 就是 他們自己人都不敢 差點說髒話 說狗賊或者叫盲賊 因為怕糟糕 沒有跟沒有舉 是吧 雖然這三個 這三個所謂的律師 是三個人 但是表現就非常7 我們一看就知道 市民是享有表達和集會和結社 和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的自由 但是這些你要合法的情況才行 是吧 是啊 香港就有條法例 叫你們要不反對衷師輸的嘛 沒錯 那你要這樣的嘛 結社也要 如果那個什麼 陳浩天的那個 記不記得嗎 他經常穿著一套老闆 然後拿著一個筷子在天橋走走走走走 文族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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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這個你所說的 你這麽不相信 你這麽不喜歡的政權 那他們自己說的 在政權底下 還要拿著一個筷子 準備這麽多文件 跟他爭論 究竟給不給你這個民族黨 繼續在這裏 就是可以運作 或者繼續叫做香港民族黨的東西 你有沒有敢反抗啊 沒有啊 你怎麽香港獨立啊 不是啊 他有反抗啊 在MyRadio做節目 嘩 好厲害啊 這個反抗 好大聲 有反抗 他叫人去反抗 他只需要自己去反抗 哦 他之前好像在那些武器倉庫 被人捉過 挺好笑的 還在Facebook寫著反抗 兩個字字不算是 嘩 嘩這些反抗真的好有 好鏗鏘有力啊 真的相當厲害 支持 我鏗鏘的 哈哈 鏗鏘的聲音 鏗鏗鏗的聲音 鏗鏗鏗的聲音 或者這樣 我現在幾個西裝 不燙直他 炒了就是反抗了 證明了我有決心 西裝我也不燙 嘩厲害啊 這個決心很大聲 打了太太多尊重啊 因為打太太 穿著西裝 好像我代表我好 穿衣衣 就是整理好自己的衣服 就是很尊重的 和他們這個商討 怎樣這個民族黨 怎樣什麼入品 又這樣那樣又怎樣 當然了 最後的結果就是 這個民族黨都是擋不住 這個就好笑了 他剛才說的 一位促請香港律師會 關注特區和香港警方的行動 對於人權構成的威脅 我覺得呢 其實倒過來 如果不把這幫人這樣 叫做起訴和拘捕 那你才會發覺 對於香港的人權 是真的構成威脅的 你想想那些什麼岑子傑 遲些又說七一出來又說要再搞遊行 聽到岑子傑說要搞遊行 他的track record實在是太恐怖了 我們今早節目說了 他現在說人家 說人家明不和勇 說政府和勇不分 就是說政府我們是和的 為什麼都抓我們 其實和勇 他們說不是合力嗎 還有他們現在是勾結 應該不是勾結 是已經是黏在一起 根本是他的部分 我覺得是沒錯 根本是他的部分 是啊 已經合好辦法了 就是這樣而已 鄺俊宇和那個 在元朗那次拿著把刀 拿著盾牌 那個黑衣人這麼好談 什麼關係 手足而已 手足代表什麼呢 我可以說一下 鄺俊宇好像還沒抓 鄺俊宇好像還沒抓 先去查一下 哎呀 那種感覺 那個感覺也不是很好 我們再看看 余若美 那個歐樂軒 是的 雖然差不多一樣 我們數一下 我們這一節都要數一下 原來呢 有一次呢 我覺得都比較上明顯一些 我找出來 叫做823 就是去年8月23號 香港之路 走你們這幫人 真是死路一條 余若美 張超巷 就有份參與 許智峯就是沿中西環 就為市民打起 就拍著余若美 就在這個銅鑼灣 那個出口近著 近著SOGO的 有個什麼SASA 免得讀出來 幫人買廣告 還有這個Body什麼的賣護膚品的店舖 那個閘口 就拍著 手牽手 跟她的丈夫 加入這個人鏈的行列 之後呢 有沒有繼續參與這些集會呢 那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 他寫著 這個集會叫做香港之路 有你這幫人 真是香港死路 香港的不生路 不生路 還有當日晚上 陳淑莊 這幫人這樣連了 就變成香港不生路 也有陳淑莊出現 還有之前呢 那個余若美 也都有 她來去去銅鑼灣 是不是半山剷下來 銅鑼灣比較順路一些 一剷下來就天候 如果你有半山區 下來的話可以 她很喜歡去銅鑼灣 那一大 之前呢 其實還有一次 在銅鑼灣 就在車上派菠蘿油 哦 汽油多 菠蘿油 真的吃那些 不要誤會 真的吃的 我知道 菠蘿油 可能她只喝著汽水 不是 她心想 她心想 和L吃 你吃吧 這些粗食物我不會吃的 這個亂世 亂世只可以給你吃菠蘿油 真的 我回家吃我的嫩牛扒 可能她吃的那些包裡面要夾的魚子醬 再加煙三文魚 好了 我們再數多一節 梁家傑好像還沒被捕 上年8月5 梁家傑余若美身穿黑色衣服 在金鐘集會批林鄭撕裂香港 我畫一下 預約眉件衫寫什麼呢 死了 看不到 什麼 未忘記 未敢忘記 香港 回想 大哥這件什麼衫來的 寫了那些字 鬼五馬六 書法寫得很頑 是吧 他不是寫這些東西寫得很厲害嗎 不知道 不知道是否要寫的 這件衫寫 寫緝春的嗎 寫緝春的嗎 寫緝春的 寫生於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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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的 那次 好了 希望 如果時辰未到 到的時候 一齊 預約眉 都齊齊上腦了 有定心理準備 大家 記住了 如果你想預約眉 都不可以 一干人等 成為這個十五家 正正在亂世 沒錯 女子監獄也是一個亂世 很厲害 可以省下手工 因為女子監獄應該要剪短頭髮 他們兩個都應該不需要 應該不用 不過裡面沒有冷氣 沒有這麼多元 真的以為是酒店 有沒有刀叉 有沒有刀叉 這個食餐 因為會離棄金屬的東西不行 不行的 真的不知道 可能用些膠筋 用些膠筋 不快 好了 預祝他進去 預約了 就可以盡快煉定 用這個膠叉吃飯 這節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